實則都很欺串的答案 性格だけ啦 Yuki-chanかな 優しそうだし 沒想到又西卻說自己已經結婚了 欸? Yuki-san 結婚してたんですか? 那... 給比亞してないじゃん Domination Domination DQ-Rat-hold the object Do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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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景怎麼叫都沒有叫住神 蔡蔡果問英景 勝真的沒有問題嗎 英景說如果讓勝繼續在他們那裡 下一本書得想要是大火星 蔡蔡果擔心的說勝陷入大危機 英景說他認為勝的書其實非常難死 連說他也是這麼認為 英景忽然非常有信心的說沒問題 自己一定會讓勝的書大賣 同時也拜託兩位女生一起幫忙 第二天吃早餐時 蔡蔡果問勝為什麼她明明就不受歡迎 卻還要當小說家賣 勝說自己的書的確是賣不出去 但是還是有人喜歡 有人想看他的書 而且也因為自己也很喜歡寫小說 如果自己也能成為別人希望上小說的奇蹟 自己也是很開心的 蔡蔡果忽然問又西和小綠看過腎的小說嗎 小綠說算是看過了 而又西卻說沒看過 小綠問蔡蔡果看過嗎 蔡蔡果卻說這是秘密 然後趕快到 因為幾個女生的道理 給了聖極大的靈感 聖開始文如旋律 一頓糞笔疾書後 終於完成了自己的新小說 晚上她邊洗澡邊祈禱 希望新書能賣給她 起料蔡蔡果卻跑了進來 想要和聖一起洗 不等聖拒絕 她便脫了一點點進去 她倒數 自己知道邀請她是誰她出來 雖然對方是外行人 做得贏贏無法 但是演技對她來說還是略顯著 畢竟她也算是專業的女演員 她倒數 說謊要說得巧妙而已 因為擅長撒謊 才會活到最後 盛問發出邀請的那個是誰 不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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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 女哥哥深情的望著眼前疏悔 可是她深深的吻上去 莫非她是想通過這種方式 原來有人交給她 她的父親是小說見了她 從小就跟她家裡眼前過得無憂無憐 不僅是因患病前討住的事 但北騰留下的安全 給她下半輩子服務 就是這樣的一位附加女 卻因為一張邀請函入住了沒有名氣的作家神 甚至一同甘露的其他四位名義 也是各自合一的腳踏 他們六人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更為五十 每個名義人都在一起 等也不理會 這天晚上 她經過另一段租床 卻意外聽見聖的日查病的聲音 這次速度大 等到聖從房間前 我們直接就把她按到牆上 捏住她的臉大力蹂躏 聖不明所以然 聖機 怎會來 蝶仔 我沒有 沒想到 你聽聽得懂 你聽得懂嗎 請 我先聽她 我先聽她 你聽她 我先聽她 還要心得 我先聽她 對於我 我先聽她 圣來到書店刻意來看見 然而書店顯眼的位置放棄 是荒唯弱的 找了半天 圣才在偏僻的地方找到秘密書 而且只有一本 正在這時旁邊忽然來了兩個女生 哇! 花的藝術 我這人真是壞蛋 我這人真是壞蛋 我這人每次都在寫 我這人都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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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t!還抬起 圣被刺激到了 心有不寫的他 將自己的書放到 Això放棄 我們放在猛嘴上一起的位置 晚飯時 美舟詢問是新書銷量 小鈕說他去書店看了一下 你們全部都問好 大家都好流暈 只有美波揭揪的說 那不是賣光 而是銅利開始就沒上架 所有人都一下權� г 彤立馬說 現在很多人都是往後的 其他人又趕緊拚拚了 說著彤就要上網去查 盛蘭柱說應該不用查 大家都期待你的消耗 結果彤卻查到盛子 流消耗排行榜的984米 大家瞬間失落了 又吸盡一感常態 忽然安慰到 嗯 いいものが 必ずしも売れるか分かりませんか 無所謂的 啊 ありがとう 一馬さんの訊息 誰なのかどうか分かりませんけど 一些点 確決격的大根 可以 一起 喂 エリア Bank 不行 太動了 你看OK 試試 committee 我太想要誇張了 你是不是 誰か Decker 射一下又被問主 小桐閣心疼的看了一眼ду 其實作為小說界太多人了 他從小就保育다고 也まだ不夠為看編劇 而腎的作品很有詐貌 卻orus goes 9 書籍銷量更是慘淡 於是她帶著書來到作家委员會 在這裡坐著的都是在小說界有頭有女 loin 但同時 他們也是從父親的對面好一 同請求大家可以跟父親的面子一起去 最後拿出聖的心情 然後拿出聖的心情 所以 父親是一位 聖的 如果你沒有說話不去 你父親的面子我們也不會 我們只會做出最公平的判決 我 聖的 他們是一位 是 Lane 所有人 沒想到的是 幾天後 聖竟然得了日本最優秀文學獎 審查委員長千葉更是對身輪天推測點高度的Gamedown 这次是个几十个军事 每天都在每一天都在哪儿 我以为一个外国有的过程 我以为一天都在这里 我以为一个冲冻 大冲冻 我以为一天都在这个冲冻 好几十个冲冻 我以为一个冲冻 我以为和冲冻 我以为一天都在这一家冲冻 我以为我冲冻 在電視中看到盛獲獎 本就對盛不懈一顧的他十分的氣憂 然而就在頒獎儀式結束的猜獎中 一個技師突然認同 便是死刑犯盜堅達之馬 瞬間會場議論封鎮 沒想到盛卻大方承認盜堅達之就是他的回答 會場瞬間廢話 他不知道就是他這樣誠懇的回答 卻將自己推入了別人 導致為他射准無盡深淵之中 自從盛在記者會上承認 殺人犯盜堅達之事自己的父親 瞬間引起了軒然大波 他的家門口開始被記者為了熟悉 給幾個女生做完早餐 聖便又躲到了泡泡魚消遣心臟 第二晚上回家時 他忽然被人喊過 聖被嚇了 原來是蔡菜谷故意嚇到 蔡菜谷說要跟聖一起去約會 聖說還要回家給前女生做 但是被蔡菜谷強行拉拐 兩人來到酒吧喝酒 聊起聖的書 雖然已經賣了四十萬元 但聖卻根本高興就行了 因為他覺得不是因此太太常銷的 都是因為好奇心去世才看 因為這是死刑犯兒子寫的小說 蔡菜谷卻說他覺得好看 而且聖的書他全都看過 聖很欣喜 聖忽然問蔡菜谷為什麼會來到他家 聖忽然問蔡菜谷 蔡菜谷沒有說 而是講起了自己小的時候 只要能演戲就非常好 但是漸漸的就覺得很累 所以他決定 只會演讓人覺得幸福的角色 他覺得這才是最能讓許多人 擺頭神一件事 如果他的書 高呼不定的情感 還成電影的吧 希望讓他來演出 因為主角有打城市是最好的 第一次不到那本書就跑 無論如何也要演書的時候 聖很感動 更快地答應了他的請 蔡菜谷開心助理 又多要了幾杯酒 直接就把聖喝醉了 蹲在路邊大逃 蔡菜谷說要幫聖插走 結果卻直接往上去 沒想到兩人接吻的螢幕 卻被八卦記者偷拍了 直接報到了出去 原來這都是櫻井拜託太太補充 為的就是增加甚的曝光 聖和蔡菜谷接吻的事情 上了骨板 連美國赤身也被骨板開了 美國氣得要把出版社燒掉 小童十分認真的問聖 是在和蔡菜谷交往嗎 美國直接不屑地說 蔡菜谷怎麼可能開場 晚上聖接到蔡菜谷 讓他幫自己放棄保守 問他要不要 找個時間繼續執行的運輪 聖趕緊說不行 等一下 看來吧 繼續看 其實我會的 我先去看 阿姨 他手中勇重 我沒有出版 你真扭傷 雖然沒想到的事 第二天一大早 聖忽然被摸摸叫醒 他讓聖去叫醒大家 聖猛懂懂懂不知道發生是不是 直到大家來到蔡菜谷的世界 竟然看到蔡菜谷下身全是血的 向盟 我行 我行 几人心情沉重地回到家 盛拿起一张早上传过来的传真 上面竟然写着真正的赎罪才刚刚开始 美波看到一把抢过来 说这种东西还不赶紧登掉 肯定是杀死猜猜谷的家伙传过来 盛却说 他问过警察了 犯人没有传过任何传真 美波问那是谁传来的 但盛也不知道 只是觉得今天收到的 和之前收到的咒骂他的传真全都不一样 两人心中都泛起了嘀咕 但是却都没有说出来 这天英警告诉盛一件事 有个大的电影公司 想要将盛的新书 飘忽不定的情感 拍成电影 如果这件事定了 就可以让更多人读到盛的小说 没想到却被盛拒绝了 因为要饰演他小说的主角 蔡蔡博已经不一样